刚才沃尔山导演说 我非常喜欢做有关传说的电影 这个其实是有很多的空间的 因为现实生活是非常值得表现的题材 但同时我们的心灵生活 也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其实我们所理解的神话 其实并不是关于遥远的过去的故事 而是关于我们心灵的隐喻 神话是伴随着我们成长的故事 它虽然发生在一个看似超现实的世界 但它其实是我们生命智慧的隐喻 所以像《风神》演绎这样的故事 流传了三千年 一直伴随着不同年代的中国人的成长 不是因为它描述了某种客观存在的历史 而是它一直在用最有想象力的方式 去触达我们内心最隐秘的部分 也很多人说 有关我们中国的神话当中 这一次是特别绝佳的一次尝试 所以想从特效和新技术方面请教 导演是怎么和Smith先生一起来做的 它主要在电脑技术应用方面 达到了一个中国电影前所未有的 一个难度和技术高度 因为《风神》里面 大家都知道《风神》是一个神话故事 它的故事中有大量的数字角色 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那些奇幻的角色 比如像雷震子 像墨其林 像饕餐这样的数字角色和数字生物 它画在二维平面上都很好看 但它真正变成一个 大家可以相信的 出现在现实世界里面的真实生物的时候 它要面临一个全新的技术方面的改变 中国人觉得墨其林像奇林这种动物在中国很多的地方都有图案 但是对Dog他们来说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生物 你看它长着一个狮子一样的头 但是它身上还是鳞片 然后蹄子像牛的蹄子 那这个动物到底吃什么 它吃肉吗 还是吃草 它有很多非常具体的生物学思维方面的问题 感谢观看